这一关 一谈到海陆两会的从属关系 蔡英文这个前陆委会主委最清楚 海基会跟陆委会的原始的设计 是一个白手套的设计 所以当然白手套要听真正的 那个政策主导者的这个指示 言瞎之意 海基会就算在两岸事务上有任何进展 回过头来还是等向陆委会报告 其余就在2001年 当时还是高雄市长的谢长婷 就曾经以城市交流的民意 试图前往对岸 最后却依旧无法成行 挡下他的正是当时担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 有整体法规结构的问题 所以谢市长非常谅解 我们的这个作业上的时间的递迫性 这连过去国民党执政时代 赵少康带头的环保署也吃过类似牌头 陆委会他在整个行政部门当中 他对整个大陆事务 他是有最后的一个核定权 包括人跟市 整个说所有部会的太上部会 如今内地韩集会董事长江炳坤 疾管积极穿梭两岸之间 除非海陆两会角色重新定位 否则未来两岸政策走向 还是得看看赖信源 这个准主委的脸色 具备新闻要求莫什么真 纵合不到 我们当然来看民营党 现在内部要来选党主席了 其实问题也是蛮多的路线之争 而剩下不到20天要投票 独派大佬顾宽敏的动作非常积极 请来陈诗梦全力的来拉台 而最晚决定参选的蔡英文 在白天也展开下乡的行程了 蔡英文第一站是到嘉义 充分展现了女性跟学者的特质 跟过去民进党传统的造势场合 是非常的不相同 小龙女选党主席第一场处女秀很不一样 坐在第一排的都是我们女性 后面男生是不是拍手一下呢 这个就有给大家很多的理由说 那我们来考虑一个女性的党主席 这样好不好 对吧 这样好不好 民进党传统高亢激情的演出不见了 蔡英文用自己的方式拔甘情 第一站就进到嘉义县长官邸办座谈 因为陈明文就是他选主席的幕后推手 我现在不是我们蔡英文需要民进党的时候 现在是民党需要蔡英文的时候 蔡英文还到县党部拜码头 主委请持兵突然想起这场党魁大战 真的是这样吗 顾宽敏普选大将陈世梦显然不这么想 只要蔡英文他愿意做顾宽敏的副手 我就做蔡英文的副手 两位都是我很敬重的人 可是孤蔡配跟蔡英文当主席 毕竟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小龙女已经重出江湖 当然没有轻言退让的道理 派系大佬怎么合纵连横 蔡英文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TVN新闻陈英伟 潘英瑞嘉义报道 前政大校长郑瑞成接任教育部长 不到一天马上跟台北市的教育局杠上了 因为郑瑞成这位新的教长 他认为就是要来继续的推动一纲多本 跟北北基打算推行的一纲一本抵触了 而白天郑瑞成为了化解这样的对立 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 他想要参考日本的区域选书 也就是依照国中基策15个考区来划分 由区域内的学校共同来领选 一纲到底要几本 准教长都还没上任 却已经先捍台北市杠上 一纲一本一纲多本 这个问题我想就是理念上啊 应该是可以比较偏向一纲多本啦 因为他们以为我们回复到这个同编本 那是不对的嘛 我们不是回复到同编本嘛 中央和地方的争议如何化解 郑瑞成现在抛出一个新的想法 区域选书要帮双方解套 所谓的区域选书是参考日本的做法 将原本现行的各校自行选书 改成以国中基策的15个考区来划分 区内学校共同领选 现在是由各校去选择 那这个地方的那个选择的一个范畴啊 也许也可以再考量啦 对于准教长抛出的想法 北市教育局表示 正好和北北极的构想不谋而合 而姑且不论这选书 最后是不是只挑一本 但至少不理已经先认同区域概念 擅长沟通的郑瑞成还没上路 选择先退一步 化解中央和地方争议 TBP的新闻辽广播 明镜江南台北参访报道 马英九当然每天的行程都是满满白天 他的请议行程呢 是云门五级的总监林怀明 马英九当场宣布 会提高文化预算到4% 他还说呢 经过常谈 他很压抑林怀明 为什么这么了解 行政的文化预算 不过马英九突然又开启了他 觉得自己很幽默的一个冷笑话 说不会是被火烧出来的感触心得吧 向云门五级林怀明请议 买酒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 再出来自己还主动说 我还真的是很用功耶 今天我这次受益良多 那个笔记本给我一下好不好 这个埋头猛记是我的习惯 可骄傲的呢 这位准总统和云门五级总监 两人交情多年 互动也很妙 他对文化行政蛮了解的 我觉得这点让他提出来很多意见 都蛮务实的 这点我觉得 外面我以前不知道 你对这个文化行政了解这么多 非常好 是不是这次烧出来的是不是 一句是不是被大火烧出来了心得感触啊 云门就只才在大火复制一句 马英九觉得幽默的玩笑 一点都不好笑 因为我们在台湾做表演艺术工作 它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不得不弄清楚 到底政府在做什么 钱哪里去了 而往往知道说 反正怎么弄呢 还是自生自灭 所以你就努力的自力更生了 宣布提高文化预算到4% 要如何改善文化工作者感慨的自生自灭 将是马英九未来的超级难题 这一辈新闻 中德龙林上云台报道